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为了克服花东地区的地形狭长 医疗资源不平均的问题 卫福部中央健保署东区业务组 长年以来积极发展远距医疗的服务 今年更是将合作对象 从偏乡的卫生所扩增到一般的诊所 并将看诊的科别 从一般内科增加到牙科、皮肤科、眼科、耳鼻喉科等五官科 透过视讯AI等技术来补足偏乡专科医疗不足的问题 华东两县公有17家医院、249家诊所 但大多数都集中在市区或是人口数较多的乡镇 对于偏乡地区的民众来说 又看个病都是相当不方便 因此健保署东区业务组四半远距医疗 藉由科技提供偏乡民众五官科的专科医疗资源 因为我的辖区很特别 我南北很辖长 我服务院很辽阔 我从最北端的和平一直到达人 我将近300公里 那我的海岸线跟我的花东重骨 没有很多的医疗院所 民众又是就是看病不方便 因为我服务院辽阔 然后那个人口密度很低 所以不管是医疗服务的输送 或者是民众的就医都面临很大的困难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先针对五官科 因为它有一些设备 只要你医院诊所或卫生所有 就可以跟大医院的专科去做连线 它启动以后就是打电话通知对方 我有病人 然后在线上 联络好了以后 他把那个影像一拍 马上real time 那个对方的专科医师就可以看得到 然后就三方 病人 卫生所或诊所的医师 再加上这些大医院医学中心的医师 或区院的医师 马上就可以做诊断 那如果看起来 好像还不是太严重 是发炎或什么 也许他就会指导 这个卫生所的医师 你就开什么药给他 在东部地区事办有成之后 健保署也会在这个基础上 将远距医疗再加深加广 并计划在2021年 将远距医疗纳入健保给肤范围 并思考连接居家服务 长照及远距医疗的可能性 希望能缩短医疗城乡差距 让偏乡民众也能获得更好的医疗资源 记者许立琴 花联市报导